大家好,我是爱元神 今天要带给大家元神4.5龙王流水挂龄 4.6仆人V5紧急加强 这下真的媲美龙王的范围加大霸体优化 元神4.6前瞻仆人V5连夜发出 圣以5武器选择推荐 4.6卡持新角色强度紧急调整 水龙同款霸体来了 仆人的V4技能改动来了 废话不多说,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之前仆人的霸体一直让人诟病 而这版的消息中提到 仆人现在普攻是全场霸体了 但也只是能覆盖前4A 和那维莱特一样 可以顶着大风车 不会击飞但是会死 目前只有普攻是有霸体状态的 重机合一都没有霸体 虽然A5后摇和A6后摇比较大 中间也有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没有霸体 但是实际的体影上影响并不大 看着还行 据说和龙王一样 都是一命霸体 看样子又是逼克的一个角色了 同时仆人的附魔范围也得到了提升 增加到了25% 还像抗打断能力提升至霸体 仆人终于得到加强 最后一次调整已经完成 现在推荐一下仆人的圣仪物选择 专无狠专 仆人之面板攻击和双爆 平民五星首选和蒲冤 其次是护魔之杖 刺杀之杖 虽然双爆高 但奈何白质过低 最后推荐灌红之所 仆人有盾的前提下 叶能佑 四星推荐决斗之枪和黑烟刺枪 圣仪物 推荐4.6仆人专属圣仪物 能为仆人带来54%的增傻 其次是决斗师四件套 35%的增加率新套装的最终伤害差距 不独百分之余有毕业决斗套的老玩家 不用考虑新套装 主属性选择攻击杀火伤悲和双爆棚